第四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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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叫什麼名字 盧道夫 你呢 我的名字 我名字可多了 可多了 好怪的名字 哈哈 有句話說 絕望是蠢貓的答案 我才不會輸給你這種傢伙 不要放棄 抬頭挺胸 在遙遠的國度裡 有個魯魯米故 那是個世外桃園 我討厭冬天 充滿神秘與驚奇 世上完世精彩的事物 等著那些還沒準備好的人 和魯魯米跟他的好朋友 一起來一場聖誕大冒險 你在後面還好嗎 有點顛簸 顛簸 哈哈 這根本不算什麼 我可以再帶你繞一圈 讓你見識我的繞圈飛行 英雄騎著巨馬來咯 朋友們 你們應該都看過不少動畫 但是你們有試著拍過動畫嗎 大家好 我是吳彥杰 我製作動畫節目 我也教動畫 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來聊聊 我對動畫的看法 動畫的英文名字叫做Animation 字緣是拉丁文的Animate 賦予生命的意思 因為動畫就是透過電影的技巧 讓沒有生命的圖畫或者物件活起來 就像是小木偶奇遇記裡 天使給小木偶生命一樣 動畫中的表演 往往超乎現實 卻更貼近於情感 不管是一飛沖天的快樂 還是跌落谷底的悲傷 這都是動畫的迷人之處 動畫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 它是來自於我們視覺戰流的現象 當每張圖畫閃過我們眼前的時候 它會在大腦裡停留零點幾秒 所以如果你連續的看一系列連貫動作的圖像 我們大腦小劇場就會演出連續的影片 你們看 這是英國人在200年前發明的小玩具 叫做魔術畫片 紙片一面畫鳥一面畫籠子 快速轉動紙片兩端的繩子的時候 鳥就好像被關進籠子裡頭 這就是動畫原理早期的運用 視覺戰流 這個小遊戲你們也可以玩玩看 很簡單 動畫按照做法大致可以分為 2D的平面動畫 3D的立體動畫 還有停格動畫 平面動畫就是由一張一張圖畫組構成的 它用線條還有顏色塑造出想像的世界 平面動畫的傳統來自於繪畫 特長就是充滿無拘無束的想像 不管是線條還是顏色 你都不必要一定要遵循這個現實的邏輯 只要你想得到能畫出來的 都能夠在螢幕上呈現 而立體動畫 則是在電腦裡雕塑一個又一個的立體模型 接著呢再為這些立體的角色模型 安裝上關節 然後把它們當作藕具來表演 最後最後再用電腦裡虛擬世界的攝影機 來拍攝這個電影 由於這裡頭的角色和場景 它不是繪圖 而是雕塑的立體模型 所以一般來說它的表演呢就不像平面動畫這麼的狂野 多半還是要遵循物理的邏輯 但是在光影的呈現和鏡頭的運動上 立體動畫就更加的豐富了 場景跟角色的表面材質 是立體動畫的超級強項 不管你的表面是金屬的繡石還是布料 都難不倒電腦視覺的藝術家 他可以做得非常的擬真 他創造的是介於想像和真實的奇幻空間 至於停格動畫 則是用連續拍攝的照片所構成的 你還可以再按照美術材料的不同 細氛圍 藕動畫 黏土動畫 人體動畫 減脂動畫 等等等等 反正你只要用拍照方式所拍的動畫 都可以叫做停格動畫 停格動畫的優勢很多 包含他的光影是真實的 他的材質可以很多樣 而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很容易學習 是動畫創作的初學者最好入門的方式 不如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吧 在拍攝停格動畫之前 首先你們先在手機上安裝好免費的停格動畫APP 就可以開始了 軟體的選擇很多 你們都應該要試試看 他們都有洋蔥皮還有網格的功能 可以掌握前一張照片和後一張照片的連貫性 由於停格動畫是獨立照片所串連起來的 所以你不能夠讓觀眾看出擴展 導演呢必須要確保每張照片的連貫性 不管是動作的連貫性 還是燈光色彩和強度的連貫性 不然觀眾這個連續影片的錯覺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控制好拍攝環境的燈光 記得標注你燈具還有你腳架的位置 用膠帶貼起來 萬一啊你不小心撞到腳架或撞到燈 你還有機會可以恢復原狀 我推薦你們從拍攝最簡單的生活小物品開始 譬如說像讓一支筆旋轉啊 或者是讓皮帶變成毒蛇啊 這些都是又簡單又有趣的小作業 或者呢你們也可以嘗試拍攝人體動畫 只要用你的想像力花個幾分鐘 你們就可以拍出魔幻的影片了 譬如說你只要有一張床單 你就可以玩隱身術 或者是在校園跟家裡去拍攝穿牆 或者是瞬間移動的奇幻影片 也可以去打這個格鬥影片 總之人體動畫是個既簡單又有趣的小遊戲 如果你想要挑戰偶動畫的話 那你還會需要一個攝影棚 身為新手導演 你們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專業攝影棚 而是一個快速省錢輕便容易整理的簡易攝影棚 只要蒐集家裡常見的手機腳架 海報紙 書架 跟台燈 再用一點巧思把手機放上去 攝影棚就搭好了 至於藕具和場景 就看你擅長什麼美術了 你喜歡摺紙 你就做摺紙戰士 你喜歡黏土 就去玩黏土動畫 可以說停格動畫就是興趣和熱情的延伸 它沒有標準答案 只要從你的熱情和專長出發 我認為就是最好的策略 你還可以使用浮角的角度來拍攝動畫 這樣拍的好處是 你的角色表演就不受地心引力的限制了 可以輕鬆讓你減紙的角色飛天遁地 拜科技所賜 以往很複雜很漫長的動畫製程 現在你只要花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重點已經不在於你技術的成熟度 而在於你故事還有巧思 做動畫不難 難的是你必須要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先從寫一個劇本開始吧 或者嘗試去畫一個分鏡 千里之行始於足像 拿起你的手機 將你的第一個故事把它實現出來 讓我們一起來挑戰看看 做一支動畫電影吧 在這個地方 可以用來做的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但那個目的就是 你不想做的 要看 有機會 從小的地圖 都可以用來做的 有機會 每次都可以用來做的 可惡 在這個地方 做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